其实我觉得最近市场上吹起一股风向就是 买平衡型基金的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说 股票型基金跟债券型基金 我不会挑 所以干脆就买平衡型基金 因为都有股债平衡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是不是也请齐芬姐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平衡型基金的一些相关的概念 好 其实没有错 就像刚刚燕丽说的 我去年的话我可能是以股票为主 可是进到今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去加债券了 那最主要就是整个市场在波动 这个时候我们用股债去做一个搭配 事实上是有利于去降低风险 那如果一般的投资人不太知道说 什么时间应该多买股票 什么时候多买债券 那我觉得平衡型基金 其实蛮适合大多数的一个投资人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不管你怎么选股票或债券 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好公司是很重要的 你去买股票的时候你要挑好公司 就是类似像是前一百大企业 不管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它可能股价会震荡一下 但之后它会回复好公司 那你一样买债券的话 我们也是说现阶段你要买债券 你要买最安全的债券 所以说越是动荡的时候 我们常常才说 以前巴菲特才说 当退炒的时候 你才知道谁在裸泳 那换一个角度就是说 当灾难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谁是好公司 对不对 谁是好债券 所以反而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布局品质越好的产品越好 对 特别是如果说投资的标的 事实上刚刚齐芬姐讲到的是 百年品牌 或者是企业全球前百大 那当然遇到景气逆风的时候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体质跟能力去对抗 不管是股灾 或者是说当景气回来的时候 当然你的净值也回来的比较快 所以我们这边也帮大家做了一个表格 像最近我们之前节目帮大家分享的 元大全球优质龙头平衡型基金 它锁定的标的就是全球百大企业 那这个表格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全球百大企业有高毛利 高毛利率呢 他们的平均的毛利率是38% 那同时呢 它的毛利率也是每一年都在成长 我觉得这个就是 全球百大企业厉害的地方 对 没有错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慢慢也会发现说 世界发展是两极 就是好的公司 它这个就是说赢家全拿 你知道吗 它的毛利率越来越高 然后它的获利能力越强 所以这样换一个角度来说 像我们像先我知道说像那档基金 元大它这档全球龙头基金的话 它就会比较重视说 我要挑那些所谓的全球百大企业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市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怕 比如说我们就讲说可口可乐 对不对 巴菲特的最爱 那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 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还是要喝 对不对 我们家冰箱里永远都会放个几块 可乐的 然后另外来讲就是说 像一些的医药的需求 或什么像这种生计大厂 什么浇生什么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都脱离不了这些产品 所以像这些的东西 即使你遇到市场的波动 遇到一些风险 但是这些公司它还是默默的在赚它的钱 对不对 那当然另外来讲 现在大家会比较担心 科技股什么库存压力 什么大家就是很害怕 但事实上其实库存修正完了以后 市场还是在他们的手中 所以我觉得类似想买这样的公司的话 其实说真的 大家长期投资是会比较安心的 对因为其实以最近市场的气氛 很多的观众朋友会说 就不要买了 就是财经节目 烟衣的节目 看看就好 什么都不要动作 可是其实当股市在动荡不安的时候 我们才有减便宜的好机会 换一个角度 我觉得投资人可能还是要稍微想清楚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的投资是很分散 我选了全世界最好的股票 然后我也选了比较稳定的债券 然后换一个角度 我现在也不急的进场 好像说一笔钱赶快压下去 我是用定期定额分散慢慢买进的话 这样子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反而应该趁着它下跌的时候 我慢慢去做投资 对其实我觉得定期定额真的很棒 因为定期定额不管是股灾 或者是全球性系统风险都会买到 其实单笔操纵难度真的很高 我自己也蛮常常做单笔 可坦白说这几个月我觉得真是不好做 我们常常要设一些停顺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的是 刚刚其实齐芬姐有跟大家特别分享到 如果我们买的是龙头星的股票 搭配债券更抗争也 好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大家通常 如果在股市多头的时候 大家都只要在看报酬率 看我能够赚多少 可是当遇到我们一个 遇到一个市场大修正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找说谁跌比较少 对不对谁比较抗争 那如果说我们完全去买这个所谓的全球百大企业的话 你看它的年化波动率16% 其实16%也是算蛮大的 不过今年你看像纳斯达克跌三成 对不对台股也跌两成 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话 大家是不是能够真的去受得了 但是如果你的投资里面 你把这个股票的话降到七成 然后你加一些三成的 这个所谓的高平等的一个债券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你整个的波动率 它就可以降低蛮多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有时候长线投资 我们会认为说 应该是要做资产配置会比较好 那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 类似像这种平衡型基金的话 它就自动帮你做了资产配置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蛮适合大多数的上班族 那甚至是一些退休族的话 我觉得应该都还蛮适合的 不过我觉得刚刚齐分姐讲的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我们之前在分享这场基金的时候 我记得有另外一个观众朋友也是留言 他说你们介绍这档 我觉得它设计的逻辑很棒 可是它只能买单笔 万一接下来股市继续走空的话 就没有机会摊平 现在也开放了定期定额 那定期定额跟单笔 我觉得在操作平衡型基金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心态上面不一样的地方 是好 那单笔投资的话 就是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我买越低越好 我买的越低 我将来它的获利空间比较大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说 单笔要早买点 但是定时定额就没差了 对不对 定时定额的话就是说 我就是一直买一直买 我也不晓得现在是高还是低都没关系 就是随时可以进场 所以相对来说 我觉得特别是以今年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 我觉得定时定额是比较适合 当时的话可能为什么 因为基金新募集 所以当然一开始只能单笔 那现在的话就是已经上路了 对不对 那所以就可以开放定期定额了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大家真的要来投资 我个人还是会比较推荐用定期定额 如果说我们常说多头的时间比较长 空头的时间比较短 那其实你真的要做定期定额布局 你要在空头的时候布局 那我们来看 现在空头市场已经走了快一年了 没错 所以就是说未来的一年 假设还是一个空头市场的话 那又是一个机会 让你可以好好的去掌握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档基金投资二到三年的话 我觉得它的报酬率应该会不错 因为你正好买到一个V 所以这部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对其实我跟齐芬姐都是同样的信徒 就是定期定额的信徒 也就是空头来的时候 大家不用害怕 反而要坚信 这个时间点是累积单位数的好时机 那最后请齐芬姐帮大家提醒一下 定期定额投资 其实有一些心法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